啊,Plus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啊,今天下午呢,是有感而发 在咱们群里面,我做了一个,呃,分享 也没做什么准备 下午呢,呃,瓦片老呢 呃,要求我给大家再重新讲一遍 这个我就简单的准备了一下 理顺了一下思路 这个呢,我就冲两点讲 第一个呢,咱讲一下就是 DCEP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 咱们的DCEP是不是一个发行的最佳时机 这一块呢,我分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国内形式和国际形式 第二个呢,就是说咱知道 这个现在币价跌得非常的厉害 那币价,咱的Plus呢 也是咱区块链里面的币圈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个币价的下跌 对咱Plus有什么影响 对Plus的回归有什么影响 呃,以下的观点呢 只代表我个人 呃,只供呃,给大家呢 就是提供一个参考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只是把我的观点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呃,有不正确的地方呢 请大家也批评指正 我就先谈一谈这个DCEP的发行 现在这个环境下 对咱国家发行DCEP有什么这个影响 我个人观点呢,非两部分 第一点呢,就是说呢 从国际层面上 咱再咱知道现在国家的 现在整个国际市场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呃,疫情呢,只是一部分 实际上美国的股市从 呃,已经走了11年的牛市了 他这11年里面 呃,没有很多的这个像样的 就是回调 我们称之为下跌回调 始终是处在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呃,上涨中 那注意说什么原因呢 大家也都明白,是吧 这个由于美元的强势 他不断的专加危机 呃,呃,支持他有这么如此大的一个收获 但是呢,现在呢 呃,美国整个的一个经济是其中难返 美国从国债方面呢 从一开始的三万亿美元 到现在的是二十三万亿 比他本国的DDP都大 实际上他这种做法是早晚会出现问题的 那借着这个瘟疫 这个事情也就爆发了 昨天美国的股市是达到了 跌幅达到了百分之十 呃,这个是在 八七年以后 美国是头一次跌了这么多 呃,说白了以后 实际上美国的股市已经进入一个 呃,熊市了 就是一个下跌趋势了 美国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一个石油 石油这个东西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商品 咱知道石油是绑定美元的 美元的强势是给石油有关系 每一次的战争都都在,都跟石油有关系 对吧 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 美国,呃,这个沙特和这个 就是欧佩克组织和非欧佩克组织 就是以俄罗斯为首,他们在谈判 最后这个是谈崩了 呃,本来是要减产的 在这之前的时候 大概是减了日产量 大概,呃,就是这个 欧佩克还有这个俄罗斯 总共是减了二,呃 日减产是230多万桶 呃,结果呢 美国直接用他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盐液的这个 这个石油就顶上了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个这个说白了以后 就是美国就是不讲理啊 然后他的信誉就受到了影响 这一次呢 实际上美国的盐液的这个 他的成本是非常高 前期他的盐液勘探 包括他的整个的一个建设 投入量是非常大 而且他整个的一个呃 企业的利润也是非常薄的 据说是低于35美金 呃,低于这个40美金的话 他的这个是赚钱是非常少的 可能低于35以后 这个盐液的这个石油 开采是赔钱的 这个今天看到这个 俄罗斯发了一个 呃,说法就是说 他要可以维系在 25美元一桶 可以长达10年 说白了以后 这个事儿对美国就是 绝对是一个灾害 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还有一点呢 就是前期咱们知道 中国出现这个疫情以后 美国第一个就从这个 中国开始抹黑 哎,搞破坏,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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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 哎,整个的一个,呃,西方的一个国家 都在跟随着美国 抹黑中国 对中国人也不友好 但是我们确实也顶住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现在呢 整个的一个,呃,怎么说呢 都都在改变 呃,今天看了一篇文章 写得非常好 是说这个意大利 意大利这个国家 实际上也很有意识 呃,他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有好多的没有数字的人 来抹黑中国人 呃,美国的媒体也是一样 说中国什么东亚病夫啊 什么之类的 中国这个他们 在他们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还是老眼光 流媒体对中国的抹黑 那是不遗余力的 是吧 但是这一次瘟疫过后 完全让人民看到了这个真相 现在这个意大利的 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 都提出了要向中国人道歉 因为中国对这个意大利 呃,这个呃 身处了援助之手 也获得了这个 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认可吧 而且呢 他们自身也尝到了这种被抹黑 被被诽谤的这种滋味 因为这个法国人 同样也用 他们侮辱中国人的方法来侮辱他们 所以说他们也是感同身受 呃,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整个的美国经济 现在处在的一个呃 自顾不暇的一个时期吧 因为他要维系这个美元的霸权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呃 实力呃,现在美国在这个 整个的一个防疫方面 特别是这个医用口罩 医用品方面是缺口非常大的 有许多的原料 实际上只有中国有 那现在是不是他要向中国来低下头 现在确实是这样 他要向中国来求援了 那对咱们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呃,国内方面呢 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分优势和劣势 这个优势呢 呃,大家都看到 这一次疫情 让我们的国民 呃,非常的团结 重置层层 但国家的这个凝聚率 也是空前的呃,高涨 咱们制度的这个优越性 是吧 一览无余 呃,我们的人民 这十四亿人 都宰在家里 哪儿不去 你在哪个国家能实现 这不可能的事 对吧 就像一个帖子说的 我中国 这个外国是什么 小政府大社会 他们的政府都是 下面的这些人选上去的 你不行我就让你下去 那中国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制度的优势 那同样 我们也谈一谈我们的劣势 我们的劣势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消费 是严重不足的 呃,我们呢 无论是这个旅游业 呃,这个还是其他的 像那个酒店 呃,这个这个方方面面吧 第三产业 还有一些工工业 也是这个停止不前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个 现在是怎么办呢 那国家只有 就是说 呃,不断的去释放 一些呃 放水 就是放钱嘛 让这个整个的一个 经济活摇起来 让人 人的手里面有钱 像这个经历 我们以前经历过 在08年的时候 美国的金融危机 呃,直接造成了一个 非常大的影响 那国家也采取了一个 放水的方法 就是呃,我们称之为大水漫灌嘛 就是十万亿 这十万亿投放出来以后 原来我专门查了一下 也是非常有这个呃 怎么说呢 也是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呃 区域 这个钱放出来以后 这个钱资金啊 它是有足利性 就是什么地方挣钱 它会往哪走 到时候你不好控制 你也掌握不了 那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说 那个有了这个disciple 有了这个区块链技术啊 它是可以查询的 对吧 它有追溯的能力 咱们的这个disciple 还有一个智能合约 呃,这个这个条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十万亿 国家在 呃,拉动经济的方面 可以针对哪一个点 进行一个定点投放 非常精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打个比方来说 我有十万块钱 我要再拿一家企业 去购买东西 那你如果说 你把这个钱给你了 你把这个钱 没用在这个 这个呃,企业里面 你到别的地方去 搞了一下别的事情 如果是现金的话 你是查不到的 无法掌控 但是这个disciple呢 它是可以的 它可以追溯 可以查询 可以追责 也就是说这个钱 它就不能乱用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说 做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 就是这个钱在这个 只能在这一个店里面用 如果出了这个店 这个钱是不能使用的 这就是区块链的一个特质 也就是它发的 这个每一分钱 这十万亿完全可以做到 一分钱都不会出到 它这个控制的范围 它可以在这个 放到这个钱里面 可能做一个 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标记 或者是一个技术处理 出了以后 它是不能使用的 而且还可以 就真的做到了一个 专款专用 也可以这个定时回收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终上所述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呢 就是说美国是第一个 要维护美元的霸权 它一定不愿意 任何一个国家 用任何一种形式 来挑战美元霸权 这个在所有的 挑战美元的霸权的 这个现实中 确实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中国是不是 就可以挑战美元呢 如果按到 传统的这种路子 是肯定不行的 那现在就是 就说白了以后 就是天助中华 现在这个机会 已经来临了 也就是说 在美国 现在它是整个的 一个经济 它的这个信誉 它的各方面 这个影响力 已经大幅的下降 应接不暇的情况下 中国是不是应该 抓住这个时机 来进行一个 DCEP的推广 发行 DCEP在国内 是更加的需要了 原来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DCEP 就是一个五指化嘛 那么我们既然有了 微信和支付宝 这种电子支付 就不需要DCEP了 实际上 是不然的 如果说 那种 四万亿的定胆投放 是不是更需要 DCEP的 来助力呢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呢 从现在这个形势 情况下 我认为 国家在这个DCEP的 这个发行上 应该是快马一边 越早越好 一旦 从国际上来说呢 美国如果反过劲了 如果你在做这个 这个DCEP的推广 可能就有一定的 难度和阻力 对吧 国内这一块呢 更加的需要 我们要快速的 恢复经济 恢复生产 恢复消费 做到这些呢 必须要有一个 精准的 资金的投放 那DCEP 那就是 博尔的选择 这以上的观点呢 就是 我对这个 现在的现有的 这个情况下 国家发行 DCEP的一个机会 我认为是一个 最好的机会 越早越好 那下面呢 我给大家再谈一谈 这个 币圈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一段时间 咱大家都知道 整个的主流货币 暴跌 从一万多美金 一直 昨天到了 今天嘛 到了是 三千多美金 以太坊 接近 接近这个 前期的那个低点 今天应该是 87美金 比特币还好一点吧 那个 头两天 有个朋友问我 那个币价 跌这么狠 对我们这个 PT有没有影响 PT的推出 有没有影响 我感觉肯定 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关键就是说 是有利的影响 还是不利的影响 这里面我们要 分析分析 第一个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作为比特币来说呢 它的真正的 这个诞生 就是在08年以后 是这个 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产生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量化宽松嘛 就是 人民 那个这个货币的 这种贬值 大量的贬值 钟本聪才提出了 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真正的价值 实际上 它是一个定量发行 它就像黄金一样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量的 那货币呢 它是一个通胀型的 像比特币呢 它是一个通缩型的 它未来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现在严格的说呢 它又是一个避险工具 对吧 这个比特币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要按常理讲 它应该是上涨的 但是为什么下跌呢 实际上这里面 给大家一讲就明白了 现在主流货币的下跌 它的上涨和下跌 实际上都是在少数人的手里面 这个经济的这种危机也好 各个方面也好 你把它看中 是一个利空消息 你又完全可以打压这个 主流货币 打压货币的这个比特币 像以太坊这样的主流货币的一个行情 去往下做 这个你如果把它当成利多呢 当成一个利好的消息 你完全可以把它推得更高一点 三万以上 甚至更高 对不对 也说白了以后 这个行情就在少数人手里面 那关键一条就是说 你看谁在当这个 做这个少数人 谁在 超纵这个币价 首先呢 我认为这个币价的下跌 对Plus Token的回归是有利的 理由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第一个 这个币价的下跌 我们知道我们Plus Token的所有的会员 这个咱们买这个主流货币的价格 特别是在五六月份以后 都是币价涨上了以后 我们才买 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承受了这个 九个多月的这个时间 我们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都非常的糟糕 是不是 如果说币价在一万以上 甚至说在一万 二三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主流货币是获利的 对不对 我们获利我们一定会选择 卖出 对换成主流货币卖出 然后呢 来解决我们 这个 来还行我们的账 来解决一下 我们的经济方面的一些困难 那如果说呢 币价下跌呢 既然Plus Token回来了 那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会它 对不对 在更低的价位 我们愿意 是吧 持有它 甚至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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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买一点都可以 那至于经济问题 那就更好解决了 对不对 原来的时候 你找别人去 这个这个借钱 是吧 磨一点钱过来 但是 为什么别人不借给你啊 因为你这个Plus没回来 谁敢相信啊 对吧 那你现在就不一样了 你开网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 又有国家的这个DCEP的合作 你给谁借钱 谁都敢给你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这个币价上涨以后 它容易产生这个卖压 容易让大家去挤兑 这样来说呢 对咱的Plus Token项目方来说呢 也不是 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个 在币圈里面 实际上Plus 项目方是老大 这个是错不了的 它可以超中币价 如果说价格过高的话 如果说大家都在对 兑换的话 在庄家里面 也是有这个对手的 也不是简单的 都在对抗散户啊 它也是有对手的 如果说大家都在兑现的话 它的实力是受影响的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以后低价位的 价格下来以后 对我们这个开网 提币各方面 都是有利的 我们最起码以后 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是不会提币的 像这种价位 不光不提币 还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能够再买一点 对不对 那你不提币的话 以后你要买一点的话 是不是对这个整个的 Plus Token项目方来说 也是一种利多 对它来说 也是一种支持 再一点呢 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币 它的下跌 实际上 下跌中 在机构来说 它是赚钱的 它在高位 可以做合约 做上合约以后 它每下跌 一个点 它都是赚钱的 它可以 它可以用这个空头 合约来赚钱 这个甚至说 比这个简单的做买 买币要赚的还要多 它用杠杆的这个原理来做 是非常得心右手的 这就是说 前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在观察 我们的资产 不断的在增加 实际上它现在就是在做 主要的收益 我认为就是来自于 合约交易 很早的时候 我给我的身边的朋友 普拉托肯的这些 伙伴们也讲过 就是说 这个 普拉尔斯的回归 短期实力空 长期实力多 这个普拉尔斯不回归 就像那个达摩利克 达摩克利事件一样 始终悬在头顶上 前一段时间 不是涨了一万多了吗 要按技术上来说 实际上一万突破以后 能够站位 后边应该是 看到那个前期高点 就是一万三千多 那为什么下来呢 实际上我认为 主要还是项目方的 这个控制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 就是普拉尔斯不回归 始终像就像一个 达摩克利事件一样 悬在头上 所以说呢 作为这些机构也好 这些庄稼也好 始终是有畏惧的 这一点呢 实际上这个 大家对比特币 这种主流货币 应该是有信仰的 只要这个比特币 不归零 我认为就一个方向 这一个方向就是涨 你不信你可以看一看 咱们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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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的这个时间 把它拉长了 拉上一年 两年 十年 我们现在的这个币价 就是一个白材价 地板价 所以说呢 我们的主要方向 还是以买为主 那普拉尔克 实际上给我们做的 就是这个事情 对吧 再给大家谈一谈 就是 普拉尔克 和这个 迪塞泡的这种关系 实际上我是这样 认为的 迪塞泡呢 它只能作为一个 国家层面的 一个 数字货币来用 它和完全的 区块链的生态 区块链的这个 应该说还有区别的 我认为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呢 我是这样认为 就是普拉尔克 它自身 它会有一个 区块链的生态 你像前期的 它这种 这个智能狗搬砖 它是作为一种 吸粉的一种 工具 另外像交易所 也是一个生态的 一部分 支付 是吧 商业应用 保险 币融 这个游戏 后期还有 有什么保险啊 什么方方面面 这才是一个 真正的区块链的 一个生态 大家好多人在担心 就是说 现在380万用户 那未来一定要做到 这个 1000万的用户 然后就满了 实际上它这个 1000万的用户 只是说这个 智能狗搬砖 智能狗 就是这一块 就是说 你可以享受 智能狗这个收益的 是1000万 那个白皮书上写的 非常清楚 1000万 以后 然后老用户 可以延长两年嘛 或者是这个 有一个时间节点嘛 这个到那个节点以后 无论到不到 这个1000万 这个就不再发展了 那未来这个项目方 怎么去调整 也很难讲 我个人认为 是不是就到了这个 这个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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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很快会注册到1000万 甚至说 这种注册的机会都没有 智能狗搬砖 就这380万用户 你像那种 交易所的这个推广 我们还会有收益啊 对吧 你像这种 其他的 币融 游戏 这每一个生态 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 新的收益的 渠道 我是这样认为的 并不是说 除了智能狗以外 我们其他的 就没有什么收益了 不是这样子 那智能狗 这个搬砖 只是收益的一部分 或者是 那一个阶段的一部分 那整个的一个区块链 它是一个时代啊 大家都知道 对吧 那在整个的一个 plus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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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的里面 它从主管上线以后 它里面还有好多的东西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太纠结 这个 plus的 这个 注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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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的问题 实际上 现在我们每一个账户 都是非常 宝贵的 我是这样认为 就相当于在这个 一开始你拥有了 一套霉面是一样的 你占用它就行了 其他的 估计以后再不会有这种霉面了 但是 还有其他的赚钱的一些方法和手段 比如说plus 说白了以后 它就是一个纯正的一个区块链生态 它在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层面上 会做好多好多的生态 那每一个生态都需要我们去做这个 分享和推广 是这样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个 啰啰嗦嗦的 这么长时间 主要还是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机 非常符合 这个 迪萨普的推出 无论是国际层面 还是国内的需求 我认为是到时候了 而且呢 可能 应该是 进展支持 很快 第二个呢 现在整个这个币圈的这一块 又符合一个 pt的开网的一个 条件 也就是说白了以后 就是说 万事俱备 只签按钮